长行珠宝 百达菲力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在耶鲁 史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周乐 今天是2022年的9月21号 今天是礼拜三 好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呢 主持并且为您播放的是空中医疗站 邀请到的嘉宾是南湾过敏以及哮喘中心的主持人 他的名字叫做徐安玲 医学博士徐安玲大夫 刚才广告说春天到了 其实从春天一直到现在 只要是有allergy的人 没有什么痣的话 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接触性的过敏性疲炎 让我们来欢迎徐大夫 徐医师 嗨 徐医师你好 周乐 你好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像我刚才说的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接触性过敏性疲炎 请徐医师先解释一下 接触性过敏性疲炎它的症状是什么 那同时它又是怎么引起的 那用哪一些东西容易引起接触性过敏性的疲炎 是这样的 对 那个除了就是说接触性过敏性疲炎 顾名思义呢 就是当人的皮肤接触到某些物质 通常是一些化学物质在这个我们用的个人用品当中啊 像是洗脸液啊 擦脸油啊 防晒霜啊 这些东西 它里面总共要有一些香料啊 有一些这个防腐剂啊 等等这些东西 就有的时候我们人对它过敏呢 我们在使用这些护肤品啊 或者是化妆品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接触性过敏性疲炎 那刚才那个周乐你问到说 它的症状是什么 那它主要的症状呢 其实是 就是有的时候长得根湿症很像啊 所以它皮肤会红啊 会痒啊 但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着痛 甚至会有脱皮啊 这种现象 对 嗯 会不会肿 那它厉害的说当然也会肿起来 大家好 我记得在好几十年前 我曾经买了一支口红 结果一涂上去 很快哦 不到十分钟 我的嘴唇都肿起来了 你不要说我嘴唇小 肿起来 看起来还真大 真吓人 好热热的 然后非常非常肿 好像过了overnight 我都已经快要debate 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了 哎 他才慢慢慢慢的消下去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好 那是哪一些用品 容易引起过敏性的皮炎呢 嗯 其实理论上来讲 任何跟我们的皮肤有接触的东西 它都有可能引起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那一般来讲 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要看到 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的病人 所以一般来讲呢 大概真的90%以上的这些病人都是女生 哦 女生呢 都喜欢在脸上 对呀 秃秃某某啊 秃秃某某呀 为了漂亮嘛 或者呢 这些护肤品呢 就连散促啊 conditioner啊 都是比男生要复杂得多 所以当你这个用品的东西越复杂 你有可能接触到这个化学的物质 比如说一些防腐剂啊 香料啊 防晒霜里面的一些 用来block UV light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它都有可能会引起过敏 那还有一种就是金属过敏 所以有的时候 戴戒指啊 戴戒指 必须要纯金的哦 纯金的比较不容易过敏吗 对呀 那金就是gold 金这个金属 它对人体来说相对比较 嗯 比较 无害 无害 比较对比较inert 我们叫做惰性 哦 它比较不容易引起免疫性的反应 对 嗯 所以你看以前人换牙 它就做个金牙套 是不是 他如果要做了一个默的牙套 有可能就会过敏了 对 记得以前还有笑话 就是说一个人张开嘴巴 看到后面的牙齿 补的都是金牙 亮闪闪的 哦 原来纯金的是有惰性的 OK 明白了 那这么说起来哦 真的要很仔细的看一下 潜曝啊 或者是 甚至是保养皮肤 有的 我知道有一种 对 我知道 我讲这个牌子 因为我自己就用这个牌子的某一种skin maintenance的东西 脸上就刺刺的 然后就红肿 就是SK2 因为它也是还蛮蛮不错的 SK2 有一种东西 所以我这个消息就要就不是害他而是要跟大家讲 真的SK2它里面用的一些成分可能对某一些皮肤的人容易引起接触性的过敏皮炎 真的是 没错 因为周恩你讲到SK2 我曾经在某个时间被朋友说动了 然后就下了狠心 买了那个法国法国牌子叫Lemare 对啊 嗯 然后 那个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是年底什么时候促销 然后你要到某个某个的网站上去 然后怎么样 它就有更大的discount 然后就会比平常要省很多 但是你要买足够多的价钱 嗯 所以恩恨心的就买了大概两罐还是三罐 然后我就开始对它过敏 所以 哦 对你皮肤有过敏 花了那么多钱都不能用 哦呦 哦 好 那我再问一下 那可见的有的人的皮肤就是对名牌的skin maintenance 还是会有着过敏 那会不会是 会 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不是 是假的 为什么要到特定的网站才能定 或者是过期的 嗯 我觉得 真的如果是接触性过敏性皮炎的 呃 反应呢 嗯 这个我觉得跟它过不过期 应该是没有没有关系的 它其实是里面的某一种化学物质 它用的 你对它过敏或者是里面的防腐剂啊 或者甚至有可能是它说它特殊有效的那个物质 那也有可能对它过敏 那也有可能对它过敏 所以我觉得过期呢 这倒不一定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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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是所谓的保湿品当中呢 嗯 叫petroleum jelly 哦 petroleum真的是原油的某一部分提炼出来的 嗯 提炼出来的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它不引起人体的 非常困难引起人体的任何的反应 就免疫系统的反应 嗯 嗯 嗯 Yong 嗯 嗯 嗯 哦 嗯 很多失诊的小朋友啊 或者接触性过敏的大人 我一时还没做 来得及做测试 还找不出能用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让他们用凡事名 去展示的moisturize 那这样说起来 如果说某一种香皂 某一种肥皂 里面的一些物质 如果它是非酌性的 也可能引起这个接触 那就是洗澡的 这个泡泡啊什么都可能 会引起都是有可能的 那听起来有点恐怖 并且现在在卖 sampoo啦卖conditioner啦 有的人是说防烫头发 过分损害的 sampoo或者是说 染发或者是有很多人 又有highlight又有lowlight 的这种sampoo conditioner 都可能会引起 皮肤接触性的过敏皮炎 对啊 我们一般觉得说 如果你是能够冲掉的东西 就是说 这我们叫做wash off 那就是像shampoo啊 shampoo对 它相对来讲 比较不太容易引起过敏 但是也不一定的 它那个里面 有很多化学物质 你想它要去污 它一定要有去污剂 然后同时它又要 保护颜色啦 又要怎么保护角色啦 它就一定要里面加进去各种化学物质 其实很绝大多数人用这些东西 它都是没事的 绝大多数人用sk2 都应该是没事的 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 它就是有事的人 对 不过我真的是听说 听还不止一两个人说 他们用sk2也有敏感的情况发生 这样子 所以这个 对这个牌子 虽然贵 但是容易percentage高 引起人的接触性 敏感的皮炎 最好大家还是先拿一些tester 回来用用看 再决定要不要买 是 是的 对吧 好 来讲讲看 现在是已经进入9月底了 那现在的敏感 空气中啦 或植物啦 等等 会不会因为下一阵雨就好一点 现在流行的花粉又是什么 我们来扯一扯这些方面 好的好的 丽丽你说的没错 一下雨 这个雨啊 就像清洗一样 就像你洗衣服 会把灰尘洗掉一样 就一下雨啊 飘在空间当中的花粉 当时就会被洗掉 但是如果这个 这个花还在继续的开 那你今天呢 洗掉了 明天不下雨的 它这个花粉又会出来 因为这个 对啊 这个树的还是继续在释放这个 或者草 继续在释放花粉 那现在呢 9月份 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花粉的 9月份秋季 实际上是我们的 小的花粉季 春季是大的花粉季 秋季又是个小的花粉季 那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主要的是 野草花的花粉 weed pollen 然后还有呢 两种比较特别的树 一种是elm tree 就是鱼树 很漂亮的那些鱼树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一类呢 就是olive和privet olive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树 对吧 橄榄树 经常大家在community 很多人喜欢种它 因为它的叶子银蓝 银绿色的很漂亮 是 对 然后privet呢 是叫赐槐 它跟橄榄树 实际上是在同一个家族里面的 所以这段时间 它就会 两个都会一起 都有花粉出来 好的 好的 好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那如果说过了9月10月以后 花粉的季节 应该算是gradually die down了 是不是 Lily 你讲的没错 从10月份开始呢 往后呢 11月12月 是我们一年当中 短暂的花粉的喘息期 就是没有花粉 就一般来讲没有花粉了 好 然后从1月份开始 这个柏树啊 山树的 棕树的话 很自由出来了 哈哈 就周而复始 是 是 好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南湾过敏哮喘的诊所 在湾区一共有四家诊所的 徐安玲医学博士 那还有一个统一的 appointment的电话号码是 408-286-1707 408-286-1707 我们进段广告 回来之后再继续讲 接触性过敏性的皮炎 那怎么诊断 然后怎么样找出 它的过敏源 同时 怎么样治疗 最好是能根治 最好 听众朋友 我们休息一下 过两分钟之后 马上回来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 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 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 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 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 一周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 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张丽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症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史坦福 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 新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 谢古华人电台的空中医疗站 徐医生 我到现在为止 我只有用不同牌子的防晒霜 都还好 都还蛮妥贴的 都还没有碰到过敏性皮炎 因为我刚才听到这个广告里面说 哦 这个防晒霜 是很重要的 万一某一种 它也引起到了过敏性的皮炎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烦恼 因为常常都要涂 脸上身上都得涂 嗯 是 我们 说句实在话 我们在那个 在我的病人当中 看到过敏的东西 其实是 就是产品的方面 其实是 各个方面都会遇到 也没有说哪一种 就会特别的多 防晒霜 过敏的病人 我也见了不少 其他的很多女生的这个 他的makeup 就是他的眼影 mascara 这些东西 也有不少人过敏 嗯 所以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每个人可以过敏的东西 就是一些化学物质 它可以 其实是蛮随机的 就是说 那也很多人 他其实完全就没有过敏 这个 大家很信念 但绝大多数人 确实是这样 但有些人他会过敏 但一般来讲 过敏它就是一两样东西 所以防晒霜也会有 像初入conditioner 洗脸的detergent 穿的衣服 有些材质 嗯 带的首饰 这些呢 都可能会遇到 所以像我们过敏科医生 如果要在考虑 接触性过敏性体验的时候 都是希望 就是我们的想法 要比较 呃 开阔 就是 嗯 不能够去 去局限于 一定是某样东西 对你查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 每个suspect都不能够放过 嗯 好好 那知道了 那如果现在又很流行 粘甲睫毛 或者是直睫毛 要是对那个胶水 对那个胶水过敏 那个也是 其难忍受的 对吧 好 对啊 对啊 对这些是很有可能的 某种胶水 被胶水这类东西叫 acrylic 嗯 所以在以前呢 其实很多的呃 女生对她用了指甲 对 就是指甲油过敏 嗯 嗯 那里面就是 她里面其实过敏的成分 主要是那个胶 就跟假睫毛啊 直睫毛的这个胶是 很类似 从一个加速力的东西 哎呀 好 那我们既然提到了 这么多的物质 那作为一个西医来讲 怎么样来诊断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某人引起了 接触性的过敏性 皮炎 嗯 对 所以我们呢 准断呢 当然第一步就是 就是要做过敏测试 嗯 因为它的反应主要 是在皮肤上出现的 所以我们做测试呢 也都是在皮肤上做 但我们不会在脸上做 贴在脸上 而是在背上做这种叫 贴片测试 patch testing 嗯 这件测试里面呢 其实我们 像我们诊所 因为我是 美国接触性过敏性 接触性过敏性体验 这个医学会的院士 所以我用的那个 我们用的那个 patch test panel呢 是这个 American contact in retarded society 它recommended panel 嗯 所以里面 我们的panel里面 一共有85种 85种 对85种 几乎全部都包括了哈 对你要说 其实在整个大湾区 嗯 除了医学院 就是有可以做研究的这种医学院 像Stanford UCSF之外 其他的medical center 医疗中心 能够做到这么多的patch test 就只有一两家 我们是其中一个 嗯 但是我们这85种 我经常跟别人讲说 这个American contact in retarded society 还是说这是 most common allergens 嗯 就是最常见的 嗯 所以 它有大概 20多种的防腐剂啊 然后 有 多少种的香料啊 嗯 多少种的这个 嗯 就是这个 transcreen的component 等等 所以呢 就是说 嗯 它其实 是主要的这个过敏性 就是病毒过敏性 病毒过敏性 病毒在里面 但是病人也可以对其他东西过敏 所以我一般会留一些费 就是病人可以用 把它常用的东西带进来 嗯 我帮他patch 他的这个product 好 好 那 徐医师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85种test 通通做完了 都没有一个是敏感的 可是呢 他就是会敏感 碰到这种病人 那你还有什么方法来测验他的过敏源呢 对 所以偶尔的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病人 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 其实我一般一次呢 是可以做到100种 100种就是 就是一般一个成年人的背 所以是可以放得下的 哈哈 呀 对 所以我会留space出来 给这个病人 比如说我们就留 up to 15个space 所以这个病人可以带 他自己用的防晒霜啊 他的脸霜 腕霜啊 他的那个洗发 洗发水 conditioner等等 就是说 跟他出现病变的皮肤 有接触的这些东西 可以带进来 就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要patch的话 我只能跟他说 诶 你的这个 你这洗发水你过敏 或者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眼影你过敏 但是我没有 如果他的85种 invizual的 没做出来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他 这个比如说 这个眼影里面的 某一样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过敏 但是我至少 可以跟他说 你这东西不能用 嗯 对 呀 啊 OK 所以其实听起来 85种还可以预留 15种 可以up to a hundred kinds 应该是都已经 能检查出来的 这个过敏源 大部分都都 都已经会检查的出来了 好 那找出来了以后 那如果说 他马上停掉这个东西 那这个皮炎 它就会马上 stop bothering people了吗 或者是要经过治疗呢 那个 那个 莉莉你真的是 每个问题都特别问了 点子上 真的 哇 好棒啊 我现在越来越有经验了 大概 特别特别有经验 没错 嗯 你说的没错 我经常跟病人讲说 有些过敏 是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比如说 你吃了一个虾子 你对它过敏啊 你吃点过敏药 也许抗过敏的药 也许它过了 两三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它就 症状就消失了 那 这一类的过敏呢 在我们的过敏的这个分类当中 叫做 immediate type hypersensitivity 对 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过敏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一个一种反应 事实上我们作为过敏专科医生 把过敏都分为四个大类 哦 Type 1叫immediate hypersensitivity 对 然后有Type 2 Type 3 那么Type 4呢 就叫做delayed hypersensitivity 很顽固的耶 很顽固的没错 对接触性过敏性疲炎 对化学物质的过敏 就 绝大多数情况来是谈错 就是这个delayed hypersensitivity 所以 我们就算找出来 比如说 它对 某种洗发水过敏 我把它停掉了 它的varrows可能要 两个礼拜 一个月 才能够彻底消失 哦 对 所以 it takes time OK 所以要医治 就是等到这个现象完全消失 这个现象就 有一种感觉的 这个现象 还有一种就是 显露在皮肤上面 要完全让皮肤恢复正常 哎呀 我曾经看到 我 我做 这个 脚趾夹 是去一家店 这个人 这个女孩特别好 结果呢 她就有一天呢 就不能戴手套了 因为过去都是COVID 她都戴着手套 结果她脱掉了那个手套啊 那个手上一块一块红的 一块一块红的 然后从手指一直到她的手肘的地方 后来我还把您的名片给了她 那因为他们这种越南华侨 有的时候就跑到他们越南人区里面的中医 所谓中医就去看看 她过了好久都没有消失 我的猜测就是她的用的那个手套里面可能有粉 是的 或者是她套在那太久了 跟汗哪什么都黏在一起 你看这就是工作得来的这个 这也是过敏性皮炎吧 对 尤其如果比如说她的手套是橡胶的 或者是latex的 latex 对对 对 又戴那么久 又戴那么久 她很容易引起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而且是这种密闭的地方 她会出汗 对 出汗的这个汗水就会把这个 她接触到的这个东西里面的 过敏源给离职出来 把它渗透出来 这个人就更容易过敏 所以这是其实蛮可怜的 我在我的病人当中 有些是 you know hairstylist 在salam的 或者是她是护士 以前 等等这种 有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尤其是像那种 比如说染色头发 她对染发剂过敏 那你这个时候 她有的时候 这个人呢 她的career就要改变 没有办法做上去 对对对 哇 这个所以 并且她戴了那么久的手套 就是最近发出来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怎么说 对她有就是过敏呢 就是不光是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任何过敏 其实她可以在某个时间开始 你可以使用同样的东西 吃同样的食物 摸同样的猫猫 她有一天她就开始过敏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说 一方面不是说你 一直在用的 或者一直吃的药 一直碰到的东西 你从来不过敏 你以后就不会对她过敏 还是有可能的 或者你一直用的东西 你觉得肯定不会是她 没有 她人都是在不停的变的 免疫系统 尤其是变得特别的快 对 她是有可能 对到新的过敏 没错的 我们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那我再追加一个问题 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用我自己的判断 我说接触性过敏性皮炎 是不是可以用Zertac 或者是用Allegra 这一种口服的药 来停止她的难受的度呢 这类的药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Lily 那个这类的药 对于让她少痒一点 会有一些帮助 但是接触性过敏性的皮炎 像这种口服的抗过敏药 一般来说都不够强 所以一方面呢 就只能够要停止使用这个东西 因为你该怎么做治疗 如果你还不停地接触她 那她不会彻底好 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擦一些外用的药物 像有些含激素 有些不含激素的 主要是外擦的 擦消炎药会比较有效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徐安林医学博士 她在西谷湾区一共有四家诊所 有一个电话号码 在这个message里面呢 您可以选您要去的哪一家诊所 电话号码是408-286-1707 408-286-1707 有任何关于过敏 食物过敏了 或者是花粉症了 或者其他一些总要 总是你you name it 都可以来找徐安林医师来探讨 她一定会很有爱心耐心的 替您解决您这方面的问题的 非常感谢你 那我们下次要访问徐安林医师 就是来讲这个 我来试试看啊 就是凭二架染色体的 最新的疫苗的种种的相关的问题 好吗 是好的 非常感谢你 好 拜拜 OK 谢谢 谢谢你 拜拜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 我访问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Pamela的一段 关于最近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IWC瑞士万国表飞行员系列 Top Gun海军空战部队即时晚表 采用坚固耐腐蚀的陶瓷和钛金属制成 CH Premier昌星珠宝 邀请您参加大型瑞士万国表 Top Gun名表展览 9月21至9月26 Santan Clara Westfield Valley Fair 立即致电408-380-1888 或浏览chpremiere.com预约 昌星珠宝万国表精品名店 Santan Clara Westfield Valley Fair GMCC万通贷款 住宅贷款业务新扩展制 内华达 德州 佛罗里达 乔治亚 夏威夷 新泽西 犹他 全美35个州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Dirk Linder 10万到400万的大小个贷款 直接审核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 获得免费咨询 1866 GMCC way 网站gmcclone.com 电邮info at gmcclone.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国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Portino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硅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1030 Palo Alto Avenue Palo Alto 西班牙风情迷人庄园 四房3.5玉 3800平方尺 占地0.4英亩 要价898万8 95 Jennings Lane 现代设计奢华雅院 六房6.5玉 5560平方尺 占地1.05英亩 要价10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 来自硅谷德利昂地产公司 负责华人市场营销的Pamela 陶 Pamela你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 和大家聊一聊 最近的一些硅谷房地产的情况 是的 是的 首先我们还是想要问问Pamela 现在进入9月底了 10月马上就要到了 也就是2022年的第四个季度开始 那么在今天联储局又决定 把他们的这个基本Fed Fund Rate 最短期的这种Rate呢 又增加了0.75个Percent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在最近看到房地产是有所回暖呢 还是市场是继续走低呢 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 得到的最新的数据是反映了 8月份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的情况 那8月份的数据看上去 还是延续了前几个月的下跌趋势 持续的走低 比如说像Santa Clara County的Single Family Home 8月份的中卫销售价格是1.625M 那这个数据呢 是从今年的5月开始 就是一直在下滑的 8月份数据是比7月份又下滑了5.5% 那比今年最高点的时候 4月份的1.95M 是仍仍下滑了16.7% 不过这个数据 同比去年的8月份呢 是基本上是持平的 那另外 Santa Clara County Single Family Home呢 这个数据是在8月份 达到了1.85M 比7月份呢 是略微有个小反弹 反弹了2.8% 那数据和去年8月同期呢 也是持平的 另外一个数据是 8月份Santa Clara County的Single Family Home 新上市的房屋数量呢 8月是865套 这个数据也是从5月份以来呢 一路走低 比7月份减少了16% 那比去年同期8月是减少了24% 不过我们发现尽管 新上市房屋数量减少 但是市场上的所有的库存的总量 仍然是比去年各个月份都要高一些的 那这也说明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现在的买家相对的是要比以前要少 而且房屋在市场上 停留的周期都是要比以往要长的 造成了这个库存量变长 另外Santa Clara County这个数据呢 是8月份新上市的400套 比7月减少了10.9% 那比去年8月同期减少了21.9% 第三个数据给大家带来的是 Sell to List the Price Ratio 8月份Santa Clara County的Single Family Home 这个数据呢 是已经下跌至了100% 那我们之前一直看到的数据 都是超过100%以上的 而今年3月份是一个顶点时期 那时候这个数据是118% 对从也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已经下跌了18%的数据 并且是连连下跌 已经持续5个月下跌了 我冷笑两声 因为我觉得Seller在那个时候 都太被spoil了 到现在还是100% 就是List Price跟Sell Price是平的呀 已经很好了呀 是的 是的 100%就是意味着 买卖的价格是相对平衡的 卖家他出多少钱 买家就是付多少钱 是 那就像List姐说的之前 卖家那边被spoil 通常买家需要加价 才能够买到房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基本上 就是卖家出多少价格 也就别指望能够多拿到一些钱 另外我看了一下数据上来说 出现这个上一次出现100% 这个数据的时候 还是在2020年的1月份 两年半以前了 Semartel County Honger Family Home 这个数据呢 也是同样的在下滑 那它是从3月份 0点的15%的这个数据 下滑到了目前8月份 101% 比Semartel County稍微好一点点 那上一次出现这个数据的时候 是在2020年的7月份 OK 好的 谢谢 谢谢Pamela的介绍 这些数字都是官方release的数字 数字表明一切 好 这些数据呢 我们听到了以后呢 我感觉这个市场 好像还是没有停止走低 好像又听说 Pala Auto在最近 最近以来 房子卖的比较紧俏 比较好一点 大家都认为说 哇 以Pala Auto做中心 它是涨或者是跌的一个中心地区 那如果最近的一个月 Pala Auto好 可见到其他的城市 也会随着好起来 好 这个是一个说法 Pamela 那现在啊 是不是已经走到了 快要到了最低点了 那未来 还可不可能会继续走低呢 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买家和卖家 现在都是有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有哪一些动作 可以表现出来这种心态呢 确实就像雷雷姐说的 尽管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呢 8月份市场还在走低 但是从一线的这个销售角度来说呢 8月份的情况要好于前几个月 目前的来open house的买家的 来看open house的买家呢 是逐渐多起来了 那Pala Auto这些好一点的区域啊 它好的房源的这个 multi offer呢 也是多了起来 之所以8月份数据还是那么低呢 主要是由于房地产的数据 一般都是有个滞后性的 8月份的数据呢 成见的往往都是 7月份的时机购买情况 然后在8月份close deal 所以才会有这个数据之后性 那关于说 现在是不是走到房价的最低点呢 现在还是比较难给出一个 确定的这个答案 因为今天的这个利息又涨了 然后未来的这个利息走势 我们也不知道 股票最近又是连连下跌 这些方面呢 都会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造成一定的影响 目前呢 我们就是看到 8月份在这个房市 有所回暖的这个情况 有一点点就是改变的情况下呢 还是普遍存在一些现场的 这些说明了买卖双方的一些心理 一个就是卖家呢 现在逐渐开始清醒了 不愿在目前不好的这个市场的情况下 急于去卖他们的房子 很多卖家现在都是打算的说扛一扛 扛过这个冷冬 然后等到明年 看看市场上会不会回暖的时候再卖房 那另一方面呢 市场上的表现呢 也是有比较严重的风化 好的区域 比如说Para Auto的一些好房子 依然会有比较比较强的被拎握吧 那这些房子通常也是会在上市的一周 两周内就会卖掉 而条件稍微差一些的房子呢 或者是在不太好的这个地区的房子 就相对要难卖的很多 另外呢 也就是受到地域不断上升的这个影响呢 全现金的买家呢 最近是出现了很多 在抢房方面呢 他们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呢 目前买房做投资的 做投资的这样的客人呢 他的这个出现的比例开始增多了 很多这些投资客 都是在想说筹准 目前较低一点的市场 房价市场 然后在这个时候入场去抢房 另外一些开发商呢 也是对这个市场 就是紧盯着蠢蠢欲动 他们也是打算 趁这个市场较低的时候 买入一拨房子 然后把它重新包装上市 嗯 好 所以他们也紧盯着市场看 谢谢片们啦 给我们总结了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现象 那像您刚才提到了 房源 投资房等等 那有没有注意到 看到这些买的人 他们的来源处是中国来的吗 中国的这些投资客 那他们的钱已经又回笼到美国来了吗 那么今天是否也可以我们讲一讲 关于买投资房有哪一些需要要注意到的事项呢 Pamela 嗯 先回答 Lily姐第一的话题就是最近是不是投资客都是来自中国 那也不完全是 我们最近看到一些投资客呢 也不完全是来自中国的这个资金 而且就算是有这个中国客人想要买投资房 他们通常资金也都是在美国已经 已经在美国土地上 而不是说从中国直接打款过来 因为受到一些这个政府资金控制 所以比较难 那关于投资房的一些话题呢 我想第一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适不适合在湾区买房做投资 因为很多人想说 现在湾区的房子涨的实在太离谱了 再去买房做投资会不会很不滑来 那我先拿一个数据来证明一下 就是从1990年到2020年过去30年间 Santa Clara County的平均房价来看呢 这个数据是从最早的24.5万 一直涨到138万 涨幅是563% 那么对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那算计算下来呢 平均每年涨幅是18.8% 这也是远远超过了 我们现在通货膨胀率了 是吧 对 然后这两天的股票市场跌得那么惨 想一想我们每年这个 在股票市场上一年投资回报 然后比较一下这个18.8%的数据 可想而知 这个在湾区投资房地产的话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对 好的 好的 好 所以湾区还是非常受到投资人的青睐 好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工商资讯 之后呢 我们再看看有没有比较一些其他的投资方式 那么请Pamela给我们来分析 投资房地产的优势 或者是她的比较不好的地方 到底是在哪一些 我们来听听看中肯的建言 OK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再度回到节目中访问Dealian Realty的Pamela Tau IWC瑞士万国表飞行员系列 Top Gun海军空战部队即时晚表 采用坚固耐腐蚀的陶瓷和钛金属制成 CH Premier 昌星珠宝 邀请您参加大型瑞士万国表 Top Gun名表展览 9月21至9月26 Santan Clara Westview Valley Fair 立即致电408-380-1888 或浏览CHPremiere.com预约 昌星珠宝万国表精品名店 Santan Clara Westview Valley Fair 昌星珠宝邀请您参加IWC瑞士万国表 9月21至26 全美巡展第一站 Westview Valley Fair Mall 明表展览 资深理财顾问Amanda Wu 叙述年金保险原理以及优势 德利洋地产卖方经济奥坠孙 详解近期湾区房产的市场走势 并介绍新上市屋 9月24、25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点一下 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不管您实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 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听着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 Dillion Realty的Pamela 嘿 Pamela 那像刚才所说的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投资房 alternative投资房 那么分享一些这些tips 或者是投资房的优势和劣势 来跟我们比较一下 讲解一下 就是投资房的优势 是 首先 一个优势是在于 房屋的本身 资产的增值部分 会为你未来带来更多的财富增长 尽管我们看到湾区房价 最近几个月是连年下跌 但是它下跌的幅度 也仅是跌到了一年前的同期的水平 而通常你买房子呢 都会有一个比较 长的时间以后再去买房 不太可能会今年买房 明年就去买 所以把时间拉长来看呢 这一波的跌幅 并不会影响到你房屋未来的资产增值 那其次是作为实体来说呢 房屋它是要比现金 具有抵抗通货膨胀性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目前的通膨是8.3% 而湾区呢 最近30年的房价涨幅是18.8% 相比较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湾区房屋的通膨性有多高 再一个优势就是在于 在税务方面呢 比较其他的投资方式呢 房地产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那投资房的租金收入 是可以抵扣房屋的一些成本开销的 比如说贷款的利息 你的property tax 或者房屋的维修 以及物管费等等 这些都可以抵扣你的租金 另外呢 在换房的时候 你是可以通过1031条款 这套房屋的资本利得呢 是可以避延推迟缴税 这也是别的投资方式达不到的 不具备的 对 再一个优势就是在于 大部分投资房还是有相对稳定的租金收入 那我们看最近买家是放缓了买房的角度 从而让整个租房的市场呢 变得火热起来了 那对于房东来说呢 租金的这个上涨啊 可以帮助你的日常生活的开销 以及房屋的贷款呢 都获得一个很好的cover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再来说一下投资房地产的一些风险 首先和所有的投资像我们一样 那资产都是有跌价的风险 那比如说现在 如果你是在今年 三月份四月份买房的买房 那现在来看的话 你的房价就跌了10%多了 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得不需要现金把房子卖掉的话 你这个资产就是损失了10% 不过我想这个例子应该极少数的 通常买房不合理 都会keep住很长时间才会再卖嘛 对 那另一个风险是在于 相对于股票啊 债券啊 这些投资 投资房的这个变现会比较慢 那还有一点就是 投资房的管理呢 是相对要费心的 而且可能会产生一些 跟租客的一些纠纷 那关于这方面呢 如果自己不想去处理的话 也可以通过聘请中介公司 帮你去打理 通常他们是收一些中介费用 可能是5%左右的租金 这个样子 嗯 好的 OK 明白了 那么湾区的投资房 到底有哪一些分类 Pamela给我们综合整理 说一下 好的 从目标收益上来说呢 一般投资房是有两种类型的 第一种就是靠租金收入的投资房 我们知道如果每个月有 稳定的现金流入账的话 对于一场生活是一个很好的cover 那这一类型的房屋的 特点就是每个月有较高的租金收入 但他房屋本身的资产增值呢 相对的要较慢一些 比较典型的房型呢 有duplex foblex multi family这些 或者是比较小的condo啊 或者townhouse 但是他处于一个交通非常便利的市中心的位置 那第二种类型的话就是 你在买投资房的时候更看重的是 他的资产增值那部分 而不注重每个月你的租金收入 就比如说像single family home 就是比较典型的 这一类型的房屋 他的租金收入回报相对的要较低 可是他资产升值能力非常高 甚至可能你在你的single family home的土地上 继续加建来增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可能过个十年以后把房子卖掉 他就会有成倍的收入增长 这样的投资类型 这样的房屋呢 是比较适合你有一定的预算的人 但是不需要立即有现金收入的投资人 好的 好 这些就是仔细的分析 非常感谢Pamela 那谢谢您提供这么丰富的知识 这些都是干货 如果有买投资房的需求的这些听众 应该从哪里得到这些房源呢 如果有买投资房的听众的话 可以是通过我们德利昂官方网站 dellianrealty.com 以及去follow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德利昂下华线USA 获取房屋的详细资料 也可以拨打热线650-785-822 来和我们说中文的销售经理Audrey Sun 来了解这些房屋的信息 是 650-785-5822 同时 Dellian的Audrey Sun也是本周我的电视节目的访问的嘉宾 她会有很详细的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的详细说明 接下来到了新房源介绍的环节了 Pamela今天为我们带来哪一些热门房源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几套最近全新上市的房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微信账号 来获取具体的open house的时间 以及房屋更加详细的资料以及照片 首先第一套是位于Exiton的33Emily Avenue 这套房屋是位于West Exiton的黄金地段 也是相对比较新的 建于2014年 占地是36855平方英尺 总共设有7房 7全域 4半域 房屋面积是9794平方英尺 挂架是1998万8 那房屋外形呢 是采取了一个现代史上的农场风 内部设施呢 都是采用了高端的材料 房屋一共设有三层 所以通过楼梯和电梯 抵达各个楼层 哇 真棒 还有电梯 是的 非常的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 并且对于家里有老人家 这个腿脚不好 爬楼梯的人是更方便了 是的 非常convenient 那房屋 它一些亮点 包括宽敞的聚会区 高级的厨房 带游戏室 剧院 酒窖和健身房的地下一层 非常的大 那地下一层 以及桌间设有浴室的卧室套房 户外空间呢 有充足的露台 宽敞的草坪 游泳池 以及室外厨房 最为重要的是 房屋地理位置很方便 那步行就可以抵达 Menlow Park的市中心 以及Menlow Circus Club 还有附近非常受欢迎的私立学校 Sacry Heart 以及Menlow Park School I see 好 非常解释的清楚 下面一栋房子是在Menlow Park 对 对 这套房子 位于Western Menlow社区的 1868 Valparaiso Avenue 那它的土地面积是超过了 四分之一英亩 建于2018年 拥有私房4.5玉 以及3600平方英尺的生活空间 房屋的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好 价格是5.988年两 房屋室内是采用了高端材料装修 包括法国项目地板 西班牙的石灰石 瓷砖等等 宽敞的空间呢 既适合生活居住呢 也适合娱乐放松 包括有大型的family room 带壁炉的客厅 餐厅 以及高级厨房 另外呢 四间卧室都是设有烫房内的浴室 室外空间呢 也非常的宽敞舒适 那儿设有露台 火炉 草坪 还有 多棵遮阴的大树 另外房屋的地理位置也很优越 步行就可以抵达Mellow Park市中心 以及一流的学校 并且可以轻松前往Celtrain火车站 以及101号高速公路 嗯 好方便 那下面一个就是在Pala Alto的2677 Waferly Street 哎 这个是Pala Alto的Nicktown Area是吗 是的 这套房屋呢是相对性价比比较高 因为我们知道在Metown的话那边是适合一个比较年轻的湾区的小家庭的一个相对entry level的几个房屋 这套房子设有三房两玉 1383平方英尺 占地5763平方英尺 那Metown那边也是有很比较好的学区 非常便利的交通 以及周边非常完善的社区 性价比是非常高 挂价2.988Million 那房屋呢也是经过了整修铺设了硬木地板 以及新刷的油漆 温馨的内饰 包括在地炉的起居室 可以通往后院的户外餐厅 以及配备了高端电器的厨房等等 另外后院里呢也是有大片的入台 并且非常宁静 房屋呢也是有一个独立的车库 已经可以 已经被改造过 可以适合作为办公室 gym或者是额外的住宿空间 另外就是房屋地理位置也很好 步行就可以到达Hoover Park Metown的Shopping Center California Avenue以及Cultrin 那孩子们呢也是可以就读那边的一流的学校 接下来带来的另外一套 也是位于Pala Auto的 地址是1095McGrigal McGrigal Way 它是位于Baron Park的社区 那这套房屋呢是四房2.5域 房屋面积1866平方英尺 占地6624平方英尺 卦价也是2.988面 属于一个入门级的房屋 室内呢也是铺设了硬屋地板和清刷的油漆 它的房屋格局呢比较适合现代生活方式 房屋的亮点包括带专器壁炉的客厅 带早餐吧的厨房 以及可以连通户外的一个开放式的家庭活动室 户外园景很漂亮 拥有充足的露台空间和开放的平台 另外也就是地理位置也很优越 步行就可以抵达World Park 以及Baron Park Elementary School Fletcher Middle School和Gong Heights School 这些优质学校 真的都是优质学校 今天介绍的都非常的有特点 我相信每个朋友看到都会动心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要想要卖房 因为it takes a little time 来prepare一个house to get on the market 请致电650-785-5822 650-785-5822 今天非常感谢Pamela为我们带来这么多高质量的房源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刚才Pamela介绍的这些代理的房屋有兴趣 请登陆德利杨的官方网站delianrealti.com 或者是关注他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delianunderscoreusa来获得更详细的讯息 谢谢你Pamela 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们晚安 晚安 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